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画面 因为规模达到了7.9 这是在亚洲各国 甚至在全球这一两年当中 规模几乎最强的强震 目前这个状况是不是带来严重的灾情 还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民众的确是惊慌逃出了建筑物 那么日本曾经发生过板神大地震 这次规模7.9是不是耐得住这次规模7.9的强震 相信在许许多多建筑物的防震措施方面应该已经做到 其实等级似乎比较高的 我们希望没有重大的灾情传出 那么随时有状况透过我们的画面 那么让你知道 回到蔡英文早上10点钟的这一场记者会 我们继续让你听 这是一个开场的主要的精髓内容 因为她特别提到她的信念 她的信念很简单 相信台湾的价值 不过台湾在过去这几年来 她所看到的是一个国家 似乎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 大方向错乱了 于是下面这段内容当中很简单 找回核心价值 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建立在人民身上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我不是一个擅长表演的人 因为我真的不会表演 而且政治本来就不应该只是表演 不过我会思考这个国家 我会思考我们的未来 我会体会这个社会里头活生生的每一个人 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会去理解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他们的复杂与困难 会去判断未来十年 二十年台湾所面临的挑战 然后亲自找一群人坐下来 好好研究出问题与对策的所在 我相信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就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会继续这样做 这三年来 我一直在思考与实验 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 从现在开始 台湾这个美丽的家园 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唤对立的仇恨 而是来召唤共同的责任 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唤政治迷心来崇拜 而是召唤出负责任的新世代 把国家的担子扛起来 我想要做的事并不容易 但却很重要 就是把台湾从过去的激情丝吼的政治 带往一个理性说服的政治 从过去的偶像崇拜的政治 带往用能力和沟通解决问题的政治 从一个少数垄断的政治分配 带往多数参与的一个公共的政治 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责任 台湾是一个处境艰难的国家 主权 外交 经济 财政 分配 教育 治安 生态 社福 法治 这些复杂的问题根本无法简化成一个口号 所以我不会说把未来交给我 大家等着过好日子 我会告诉大家 未来是大家的 为了让子孙过好日子 请大家跟我这样做 让我们一起来打造 一个让年轻人看到未来的国家 在这样的国家 教育会启发他们的创造力 会丰富他们的文化涵养 会强化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当他们出了社会 会有稳定的产业提供他们就业 会有安全洁净的环境可以生活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政府会扶他们一把 养儿育泥的费用 不会贵到让人却步 年迈的父母也有政府帮忙照顾 在这样的国家 城市里的年轻人买得起自己的窝 乡村里的年轻人 不必挤到城市去抢工作 有创意的年轻人 可以一展所才 勤奋工作的年轻人 会得到基本的保障 他们的努力 会和经济收入成正比 会带给他们成就和幸福 好 各位观众 我们刚刚第一时间为你超播 最新的外电画面